好 紧接着俄乌上也有新的动态 我请教一下帅将军 第一个是最近双方 这个对对方的空袭 那都规模很大 然后另一头呢 这个乌克兰的参谋部 也是做了一个统计 在8月27号说 过去24小时之间 双方发生了战斗高达170次 那俄罗斯国防部也说 俄军用了匕首 高烧音速飞弹在内等等 对多个机场关键设施 进行了集群打击 然后泽伦 昨天我们不是有探讨到这个泽伦吗 说要去这个乌军的一个司令 要去这个纪念一位阵亡的飞官 要低下头去拥抱 这个他的母亲的时候呢 这一低头不得了 后面露出了一个建筑物 因为他要让那个母亲登上F-16 就给他一个这个纪念 就赫然让这个俄军知道了 F-16停在哪里 这本来是个机密 那泽伦今天就干脆公开讲 他证实了乌克兰最新接收的F-16 已经执行了任务 而且说是表现得良好 所以我们看到西方各式各样的报道 都说这个F-16首战大胜 首战有没有大胜呢 还有五角大下 所以我们看到很有趣 像这个新闻是在 俄罗斯通讯社里面报道的 但是你看到西方的媒体报道 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都是美国力挺泽伦斯基 但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就引用了五角大下发言人的谈话 他怎么说呢 虽然泽伦在抱怨叫西方取消一些限制 就是说呢 你打这个俄罗斯本土的时候 不可以用美国的武器 但是我们美国并不打算取消这些限制 所以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有没有取消呢 还有F-16真的首战大截吗 F-16有很多种 它已经从生产到现在的超过四五十年了 那它所获得的F-16 是比较老旧的那个款式 F-16要发挥作战的功能 它还要很多配套 比如说你要有这个工地 还是空中缠斗 或者是说其他轰炸的功能 它要看你的搭配了 那现在这个F-16在乌克兰手上 是一个象征性的六架 那六架是多宝贵 而且它只有工地 工地就像飞机飞到你 敌人阵地上面扫射机关炮 打打而已 飞弹 这个工地的飞弹 那种破坏力都不大 那泽伦斯基把这个F-16就拿来 你看我等了多少天 我们的空游总算有战机了 有美式的战机 这个战机它用来干什么 我发现它都放在基普 或者是它一个重要城镇 对 我就是好奇 它怎么使用这个F-16 它使用这个所谓打无人机 对 打无人机 对 它自己讲 你拿飞弹去拦无人机太贵 对不对 那无人机是杭树曼 在这个F-16眼里面 跟吃豆腐一样 追了天上用机关炮 就把你打掉了 跟打风筝一样 就个打 大财小用 它不是大财小用 它这个是旧财新用 旧财新用 因为它不能够跟俄罗斯的战斗机 做空对空的打局 因为你没有这个小牛飞弹 或者是M-ROM这个超视距 但是超视距的飞弹要有卫星 要有这个空中电战机 战管的空颈机 来做导引 因为你F-16上面的雷达 不可能太大 那你要对空对空 现在飞弹都可以飞200公里 300公里了 那你在你飞机的锁定的雷达 就功率不够 你必须要有空颈机 它这个也没有 所以 所以就是一个跛脚的F-16 它就是一个象征性的 我有F-16 我也只能打打无人机 对 因为这个在我们军人来讲的话 你的效用不大 但宣传效果很大 手战即胜 打下个无人机 手战大截 大截那你随便吹吧 所以这个问题 当然泽伦斯基也蛮可怜的 折截而鱼了 手上就 最后的一点牌 就拿到那个地方去修一下了 美国西方 而且俄罗斯已经警告很多欧洲国家 你的武器要使用 我要打你 但这种警告 39次就没人甩你 但现在问题就是说 长城的武器 现在泽伦斯基已经开始在打 打俄罗斯 打俄罗斯本土 他这两天不是写了一个战胜计划 要给美国吗 所以这F-16可以用来攻击俄罗斯吗 不行 F-16你只要离开你自己城市 城市里面的防控武器的保护 你很容易被俄国那个有钱人奖赏 打掉一架F-16 给他几百万卢比 1500万 1500万卢比 所以他不会拿这个变成 俄罗斯拿来宣扬的效果 他很谨慎地在使用 所以各位观众 F-16在俄欧战场上没有什么价值 没什么价值 现在的问题就是看 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略 俄罗斯的战略就是说 这三个月 我把你的能源设施给你打掉 我看你怎么过这个冬天 而且三个月以后 大军作战的受到气候的影响 这个 这个泥造旗 就是沼泽旗 泥泥旗 大军就不适合 那这个三个月之内 俄罗斯想的就是在乌东 红军村那边获得更大的胜利 这边突破口不理你 你也没什么作为 那我就把飞弹专门去 无人机攻击你的设施 乌克兰的战略就是说 我打你俄罗斯内部 获得更大的这个 好像宣传效果 但是对战场上 并没有真正的帮助 只能说绅士上 我政治上 我今天可以打摩斯科 明年可以打哪里 对不对 那用的是遥攻武器 长城的无人机 但是这种效果 也很容易被人家拦截掉 所以双方就在这边玩 最主要是 大家都在看 三个月以后 美国总统是谁 这才是全世界 大家也想 我要下一步怎么做 我要买谁 买哪一边 所以现在大家都有点 开始在避险了 对 因为很难讲 而且未来这三个月 对于这个乌克兰来讲 是开打之后的 第三个冬天 冬天真的很难过 因为这个冬天 冰封雪 冰封大雪 先是这个沼泽泥泞 然后再这个冰封 然后今天川普 不是还讲了一段话 大妈 这个俄罗斯非常擅长 在这个冰天雪地当中打仗 他看好俄军会获胜 当然还有这个美雪的一些变数等等 所以加在一起看 真的很难讲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保湿舒缓凝胶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卤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卤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增强卤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卤会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呵护前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您的敌人